在2019年年底,我們警方發現 在這個社交平台Telegram的頻道裡面 有人廣泛地散播一些 仇恨性和善惑性的言論 去針對政府、針對我們警方 對人員作出襲擊、對機構作出縱火 善惑他人參與這個暴動 以及善惑他人阻礙道路、鐵路等的行為 經過我們網罪科深入調查之後 鎖定了一名32歲、現年33歲的男子 他是這個頻道的管理員 這個男子的善惑言論 是吸引了有超過2萬名訂閱者 我們警方在2020年3月20日 在屯門區拘捕這名男子 以及凍結了他的個人銀行戶口